10月3日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票房》突破6亿 口碑票房双丰收 近期 对于《我和我的父辈》导演之一沈腾进行了采访 采访信息量很大 沈腾首次对于韩腾亮进行了回应 并讲述了他首次导演的感受 被问及导演和演员的区别时 沈腾表示感受到了压力 以前做演员就管好自己那点事就行了 更加轻松一点 做导演之后呢 可能想的就要更多一点 由于电影周期不长 沈腾表示 我觉得其实好多感受都来不及感受 电影就上映了 时间真的很紧 好多是很仓促 他还分享了拍摄过程中的感想 拍摄是拍了40多天 就感觉一直都是在创作中 他这次做导演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沈腾表示 电影的剧本已经写完了 故事也完成了 但是创作过程中 方向其实不是特别好找 他表示 接下来如果还有缘分的话 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吧 也期待沈腾能带来更多优秀作品 祝愿我和我的父辈票房大卖 感谢观看